涉嫌一马公司和SRC国际公司多项舞弊案的前首相纳吉 那前前后后已经上庭三次了 而来到今天纳吉第四度被控上庭 主要是针对他任向时兼任财政部长 跟时任财政部秘书长伊尔旺 因为管理政府资金的过程中失信而一起被控上庭的 他们两人将会面对六条控状 而失信款项是超过66亿令吉 涉及政府津贴 吉隆坡国际机场公司的管理拨款 现金援助等等资金款项 那至于大马对外情报组织MEIO前总监哈萨纳 则是因为涉嫌挪用了大马 就是流入大马的大选资金总共1200万美元 而在同一天与纳吉和伊尔旺一起被控上法庭 格外热闹的吉隆坡法庭 今早准备迎接三位VIP上庭 首先登场的是前财政部秘书长伊尔旺 只见他一下车就不苟言笑 哪怕记者呼叫也没理会 全程黑着脸走进法庭 不到十分钟 纳吉的黑色轿车就抵达现场 一下车以后 他脸带微笑向团团包围的媒体问好 或许已经习惯上庭了吧 纳吉的心情似乎不错 至于第一次上庭的伊尔旺 这位纳吉的前下属似乎有点不知所措 至于刚好也在今天面控的MEIO前总监 他穿着灰色的头巾 净显情报员的本色 通过后门走进了法庭 似乎有意隐藏在人群当中 在记者的视线里消失了 相较前几次 纳吉被带上法庭 今天现身在法庭的支持者 可谓寥寥无几 但却意外地迎来了 首次出现在法庭支持纳吉的 巫统主席阿末扎西 同事难兄难弟的阿末扎西 事先与纳吉和伊尔旺寒暄一番 才前往审讯室聆听审讯 最终纳吉和伊尔旺两人都不认罪 各自以100万令吉获得保释 而哈萨纳则是以50万令吉交保 纳吉的辩护律师沙菲仪 事后召开记者会 胸有成足的放话说 面对这六项控撞 他根本没在怕 还说辩方将会玩得很过瘾 至于当事人纳吉在走出法庭以后 也向记者喊冤 他说如果没有透过这些资金缓债 国家就会违约 而经济将会大受打击 他是为了国家的利益着想 现在却反而成了戴罪之人 召开 那么说回刚才那位大家在画面中看到的 钱财政部秘书长伊尔旺 很多人开始知道这号人物啊 应该是两年前 他接管那个负债累累的OneMDB 伊玛公司之后 他的名字啊就一直出现在各大新闻版围上了 那之前像他就像其他的一些高级公务员一样 是寂寂无闻的 但在今天之后啊 相信会有更多人认识他了 国外也会有很多人知道他这个人的存在 那他现在是成为了西蒙执政之后 首位被提供的资深公务员 那说到伊尔旺啊 有些人可能不知道 他其实是出身草根阶层的 伊尔旺呢 曾经在新海峡时报的一篇访问当中提到 他来自吉兰丹的一个贫困家庭 那1974年中午毕业之后啊 他在霸吉市场打工 当时候每个月只赚150块钱 生活是很艰难的 他还说啊 当时他没有钱给学费 也只能够住在朋友家 连冲凉也是要在大学里头做的 那反正生活是很苦很苦 但是40年下来 伊尔旺从一个甘崩boy挤入了公家机关 在财政部当差 从财政部经济策划单位 一级一级的爬 一路坐上了秘书长的位置 还在两年前被当时的首相纳吉 清点为伊玛公司主席 他说啊是他穷的经历帮助他坐上财政部秘书长的位置的 那而除了刚才大家看到了六项控状之外呢 伊尔旺另外一个备受争议的地方就跟伊玛公司有关了 伊尔旺是在2016年受委成为伊玛公司主席的嘛 那当时候对于伊玛公司一系列不正当交易跟债务增加的指控呢 伊尔旺他都严加否认 也坚持那级没有罪 那不过后来OneMDB跟IPIC国际石油投资公司因为35亿美金的抵押机闹分歧 OneMDB说他们把钱给了IPIC的子公司 一个叫做R8BVI的公司 但是IPIC却说啊 你给的那家公司根本就不是我们的子公司 只是名字很像而已 那后来OneMDB跟IPIC就和解同意支付12亿美元给IPIC的 但是从头到尾 没有人出来解释过 刚才我们提到的那35亿美元究竟去了哪里呢 怎么会凭空消失了呢 而当时身为OneMDB主席的伊尔旺 他也没有什么做解释的 那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 昨天伊尔旺他其实到反贪会的时候呢 他开的是一台MyV第二国产车 非常低调 但又这么刚好啊 昨天财政部长林冠英在国会里面 就揭露了他这七年来拿的薪水 哇原来还真的不少呢 伊尔旺从2011年到2018年 担任财政部副秘书长 还有这个秘书长的总收入呢 是将近300万令吉 除了这个职位之外 他另外还担任了财政部机构底下 23间公司的高层董事 那所获得的这个津贴总额呢 比他的薪水还要高啊 有386万 所以全部加起来 过去七年 伊尔旺所获得的薪金和津贴 是高达681万173令吉的 伊尔旺从草根家庭爬到了政府机关的高层位置 从第一份工作月薪150块钱 到年收入将近百万的高管啊 这些年来 那伊尔旺他其实也不是一个一板一眼 对生活没有情趣要求的人哦 根据透视大马的一篇报道 伊尔旺呢 他特别喜欢不同颜色的sneakers啊 休闲鞋 之前呢也会在自己的instagram上载一些照片的 但现在这些照片呢 已经被删除了 那刚才在画面当中啊 大家看到他到反贪会的时候是一脸严肃嘛 不苟言笑的 也不理睬媒体的追问 但现在哦 在社交媒体上其实流传一支他的短片 里头显示啊 他是相当外放的 短片就显示他在台上啊 在音乐的这个伴随下 即兴跳舞 跳得不亦乐乎啊 我们现在给大家来看一看 还真的跳得相当尽兴 那有人说啊 这支舞不懂会不会就是他的告别作 但不管怎么样 如果他无法洗脱这六项控撞罪的话呢 从某种程度上就证明了 当时候啊 确实有这样的事 就是高管呢 跟前朝政府的正式人物为伍 成为贪污腐败的控犯